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期有几首让人想要听下去的歌 出现了几个比较优质的学员选手 甚至被定义为种子选手 一位是来自于福建三明市大田县的铸唱歌手苏伟 他的歌声干净而清澈 被老师们一致认为降级了吴清风 甚至还被李荣浩称 他张口闭口都像吴清风 李建老师刚说 他的声音像吴清风和周深的声音 而且又是假声难高 矗力高音丝毫不费力 是一把难得的好声音 小黑也特别喜欢他的声音的 初听有点像 但仔细听了就会发现 他的声音并不像吴清风声音的故事感 他有自己的特点 他的声音更清亮 不过听着很舒服 他也很朴实 说自己希望能够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能为自己和父母创造更好的生活 由李建和李春两位导师转身 李建老师的对立还缺一人 春春老师队已经满园了 需要PK才能够决定最终是否留下来 尽管李荣浩一再帮春春拉票 但是最终苏伟选择了李建老师 小黑觉得谢霆锋老师的意见 起了决定性作用 谢霆锋都是说 你自己看一下两边的队伍 都是什么样的风格 你在哪一边能够被更加的重视一点 你就去哪一边 老师们个个都很温暖 虽然是竞争关系 但是依然在为学员考虑 出谋划策让人满满的感动 另一位来自于浙江音乐学院 另外一个被导师们看好的选手的大一新生 年仅18岁的丹依纯 盲选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一开口他纯净的嗓音 就已经很抓人了 纯净的少女嗓音 却有着极强的把控力 把感情把握得非常到位 由于出色的表现 顺利就是到李健老师的队伍 他选择了思美其 作为奖位大战的对象 他再次用动情的歌声 获得了李健老师的青睐 成功留在了好声音的舞台上 而这两首歌的出色表现 足以让他成为了 冲刺冠军的种子选手 谢霆锋老师更是说 如果PK丹依纯输了 他绝对会抢 年纪小小的丹依纯 却早就在2008年的 静哥的歌 唱过之后 还很调皮的拍了拍 静哥的后背 他年龄不大 却有着不俗的唱功 和情感共情能力 在李健老师的指导之下 相信他会有 突发猛进的进步 成为冲刺冠军的种子选手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 福建永安的21岁女孩 傅新尧 她是南京艺术学院的毕业生 这也是老师们 非常看好的选手 盲雪的时候 演唱了一首《绳》 她的声线小黑 感觉呢 有点像去年的冠军 行韩明 唱得非常自然 而且非常入戏 而且肢体也很自然的 融合了进去 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感 被借庭峰老师拍下 收进自己的队伍 她选择和高安晋级的 高瑞PK 其实呢 另一位女生唱得也很好 只是相比来说呢 傅新尧的声音 更加的有特点 辨识度更高一些 借庭峰都是选择了傅新尧 而高瑞呢 则在最后的几秒钟 被李健老师抢下 李健老师说 高瑞在PK的时候 比狼雪的时候唱得要好 这个时候还能够超长发货 也是非常的有潜力的选手了 初晨老师 也是面对自己满意的情况之下 非常纠结 也很喜欢高瑞 不信尧和高瑞 两个人都留下了 可见老师们非常喜欢他们呀 小编说的这几位呢 都是第三期出场的选手 之前两期 也有几位非常棒的选手 小伙伴们 你们最看好谁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 这位年仅18岁的实力选手 丹英纯的 节目播出之后呢 让丹英纯 首先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选择翻唱的那首 永不失联的爱也跟着火了 光是在抖音之上的这首歌 就冲进了话题榜前三 点赞料或百万 因为这首歌本来就是很受欢迎 非纯笑着说 哎 更令自己没有想到的 和格外惊喜的是 自己的演唱还得到了歌曲 原来周星哲 亲自认真 周星哲在微博上面 喊我就参加他内地的演唱会 这个真没想到 和走红一起随之而来 在漫天的夸赞和鼓励之下 也少不了的是质疑之声 因为现场提出 导师们都转身了 我这样是不是可以 赞出道路的问题 一些网友就觉得 单一纯有点做作了 不符合一个新人应该有的心态 甚至他在舞台上面 丰富的肢体语言和表情 也让一些网友觉得过于老练 对此 单一纯也觉得有自己的解释 我生活当中 真的就是各种状态很丰富的 我没有装 而那个问题也真的是 我上台前就想要问导师的一个问题 我小时候填个人信息表 梦想那一栏就写着当明星 有点好笑 面对网友评论 尤其是说自己长得像韩国女星 全是闲 单一纯则开启了自嘲模式 还有人说我长得像统大为老师 我也是看了微博 才知道自己长得像他 节目中单一纯提到了 曾经和导师李坚有着拍一拍的前缘 不少的观众会觉得 因为好奇 就专门去搜了两年前的节目视频 我是在那个节目里面 第一次见到李坚老师的 当时他不知道 下一位演唱者会从舞台哪个地方出来 所以我唱的时候 他可能会找不到我 我就下意识地拍了拍他 然后和他对唱 这次拍一拍的缘分 对单一纯来说 可不是只见到了偶像这么简单 他当时有夸我的声音很好听 我就对自己的唱歌方面 有一点点的信心 后来就选择了依靠 才真正地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 回忆起自己对音乐的喜爱 单一纯想到了曹操这首启蒙 林俊杰的曹操刚出来的时候 我好像还没上小学 当时就特别喜欢这首歌 天天都跟着妈妈去场里 让里面的一个哥哥 用收音机放给我听 发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之后 三年级的时候 单一纯就爆了唱歌类的少儿兴趣班 更大一些之后 单一纯便在已经流行起来的 唱歌软件当中找到了乐趣 她给自己定下了 每周都要录一首新歌的小目标 也逐渐认识了更多玩音乐的朋友 能走上音乐这条路 单一纯感叹家人的支持功不可没 我们妈说的有一句话 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 就是录完之前那个节目之后 她对我说 你以后一定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 为了力挺单一纯学音乐 在家里面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 家人还是从银行贷款了五万块钱 给女儿交声乐培训的学费 所以我现在也很想赚点钱 把这个贷款给补上 给家里人更好的生活 如今站上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扇一锤的音乐道路 无疑又多了一些可能 谈及未来这个即将就到大学的 大一新生来说 我现在只是会唱歌嘛 就是靠自己的感觉去唱 但其实我在流行音乐的专业方面 还有很多要学习的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